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 是名副其實的石屎森林 在雙下臨立的中區 各式各樣的建築見證著時代的變遷 位於灣仔合和中心 獨特的圓柱形設計 令大廈成為灣仔一個重要的地標 更加曾經是香港和亞洲最高的建築物 這幢大廈由實業家胡應商設計 1980年代建成 灣仔區近幾十年的發展 也和他息息相關 同年的時候胡應商和父母和八兄弟姊妹 在灣仔一個面積不夠800呎的單位居住 雖然不是很有錢 但生活得很開心 他的父母胡鍾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由的士司機做起 賺到第一桶金之後成立一間的士公司 到1940年初 胡鍾已經擁有40架的士 熬過二次大戰的艱難日子 發展到1960年 他成為香港的的士大王 手押本港一貫的士 其後更加將資金投資房地產行業 胡應商在1935年出生 小時候對事物很好奇 他最喜歡把玩具拆散 研究究做 讀書的時候也非常貪玩 但就很喜歡讀數學 中學畢業之後 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攻讀土木工程 剛剛踏足美國 見到規模龐大的公路 天橋等基建令到他著迷 留學期間 考察和研究高速公路 對當地經濟發展的貢獻 從此就和建築和基建工程 結合不解緣 胡應商在1958年畢業後 回到香港 當時大批內地人湧入香港 本港人口急升 對住屋的需求上升 胡市家族體準時機 投資房地產行業 而胡應商就在1963年 成立建築公司 在舊私公司名稱時 他想起剛剛到美國 同經新澤西周公路時 見到路牌指示一個名叫 Hookwell的小鎮 他認為合國的意思正面積極 適用於公司的名字 於是就用來命名自己的公司 在1969年 港英政府宣布興建本港第一條海低隧道 銅磡海低隧道 連接九龍和香港島 他看準時機 因為控水附近的銅鑼灣和灣仔 未來有龐大的發展潛力 加上對灣仔有濃厚感情 所以開始吸納這個地區的土地 到1970年代完成收購灣仔南部舊樓後 開始興建合國中心 為了開創潮流令建築物更有格調 合國中心設計 參考古希臘的建築 但限內並沒有處 1980年樓高682.5呎 總共66層的合國中心落成 比當時的康樂大廈 即現時的遺和大廈還高 一度是香港最高的建築物 繼合國中心之後 在1985年 胡應商提出在灣仔船街 和堅尼地道合國中心附近 發展合國中心熱旗 當時項目叫做Mega Tower 計劃興建樓高93層的酒店 和寫字樓綜合項目 總發展面積185萬平方尺 項目包括超過2000個酒店房間 若果落成 將會是香港最大的酒店 但項目遭到灣仔市民強烈反對 加上城市規劃委員會 當時否決 令到計劃經過20多年 仍未能城市 胡應商一直希望重建灣仔區 為這個地方駐入生機和活力 但由於項目龐大 灣仔居民認為 合國二期落成後 會阻擋本來建築物的景觀 加上要砍伐附近大量樹木 擔心心態環境受到破壞 另外市民也擔心會加重 和王后大道東 來往銅鑼灣 北角 以至兩條海丹隧道的交通負殼 令道路採息問題更加嚴重 面對眾多的反對聲音 胡應商認為 項目可以為灣仔南區 提供超過6,000個職位 加上擴闊堅尼 提供二十個職位 擴闊堅尼地道 他們眼睛都瞎了 從來沒有人說過 擴闊堅尼地道的好處 現在不是說居民 他說不同意就不能起 不是這樣 因為現在等於打場球賽 球賽最重要是球證 球證在這裡就是成規會做球證 如果每一個入場看球的人 都拿著一個哨子 如果他一吹 球賽停下來 香港就不能夠 除了希望得到市民的支持 胡應商也都希望成規會通過計劃 成規會在項目的發展過程中 多次否決合和的申請 05年審議的時候 當局指出項目規模過大 和周邊發展不協調 同時擔心對警官有不良影響 所以再次否決計劃 這班人就秉公辦理 就批了他 否則我們準備了幾多官司 幾多官司都準備打 還有最壞的情況 我們就起了93層的算數 或者不是我起 胡文新起 不關我事 到時我退休了 同城規會周旋多年 本商為球進發讓項目上馬 唯有讓步也多次修改計劃 2008年 MekaTower 改名為合和中心二期 會商主動把樓層數目減少至55層 酒店房間減少一半 除了在香港圈建高樓大廈 亦紅心萬象 希望為內地基建發展出一分力 有這個想法 源自於在70年代初期 回到內地參加冬季交易會 雖然內地和香港只是一行之隔 但當時內地貧窮落後 連基礎建設都沒有的荒涼景象 令到他印象深刻 但由於當時內地相對封閉 所以他唯有默默地等待機會 1978年是中國發展的轉捩點 鄧小平宣布改革開放 和世界接軌 在世人還未察覺到中國 未來會有什麼翻天覆地的轉變的時候 胡瑩商就已經希望盡快展開中國業務 他意識到能源和運輸基建 是國家發展的基石 而早年到訪廣東的經驗 令他明白到一條連接香港 廣州和珠三角的標準高速公路 對廣東的發展舉足輕重 但在改革開放之初 一個前瞻的理念 令到不少人都質疑 當時官員認為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沒有車 亦都不會開車 根本不需要公路 然而胡瑩商仍然力排中耳 窄線固執 1981年12月 當時國家總理趙紫陽接見胡瑩商 他立即陳述公路基建的計劃 兩人的想法不謀而合 而趙紫陽知道改革的過程 必然會遇上很多的阻礙 因此亦提醒胡瑩商 偉大的工程 需要很大的毅力 得到領導人的支持後 胡瑩商馬上回到廣州 著手籌備興建公路的各項工作 終於在1984年 簽訂興建122公里長的高速公路 除了要克服收地的重重困難 胡瑩商更加要和內地官員周旋 最後工程在90年代初展開 1994年 一條陸線行車 行走廣州、深圳至香港的高速公路 終於落成 自至今日 每天的汽車流量已達到40萬架 是當時外界估計的30倍 公路的兩磅 很多地方 不僅是很多民居 亦有很多工廠 這個發展的形態 亦是很自然的 因為有了超級公路之後 令到兩旁的土地 提供經濟活動 當然是頻密了很多 頻繁了很多 亦是令到經濟活動 經濟效益上升了很多 為了促進香港和珠三國的發展 這位紀建大王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 就提出要興建港珠澳大橋 下一節 我們繼續了解他 如何為這條大橋而奮鬥 我記得最初提出的 就是1983年 20年前 我剛才提出 去找珠海市長談 當時是梁港大先生的市長 就認為這很好的方向 之後他亦都過來香港 跟香港的官員談過 當時的選點 就是由這個 屯門的爛角咀那裡開始 過內寧丁島 那時叫寧丁陽大橋 沒錯 在改革開放初期 當內地還沒有高速公路 沒有大型的基礎建設的時候 本書已經提出要興建跨海大橋 將香港和珠江三國洲連接 珠澳大橋最大的作用 就是將香港 變成了一個正正式式的 物流中心的樞樓 我們可以將海運 水運 即是河的水運 和陸運 和空運 全部集中在一起 做樞樓位置 延通的城市 澳門珠海 再輻射上去 南海潘如順德中山 還有新匯 兆慶 陽光斬光那邊 這個對香港的影響 是很有場深遠的影響 但大橋夠想 做遭到不少人的冷州熱風 當時的港府也不熱心 香港是顧問治港 什麼都要問顧問 最新的顧問 去到1997年的顧問報告 就是這樣說 這個西部這條橋的接約 是沒有需要的 我們應該要到2020年才考慮 2020年 這個答案直接到2002 而是爆裂的 年中還是這個官康 研究物流運輸學者指出 港珠澳大橋有助推動 和諸三國西部的發展 在這個 諸三國的東邊 即深圳、東莞 發展是特別快的 也都是由於有 超級的公路 在西岸來說 包括順德、中山那邊 再到廣西那邊 整個經濟發展得比較慢 因此這條的 港珠澳大橋 應該是很重要的一個基建 可以協助和推動到 諸三國在西部方面的發展 2003年 發展港珠澳大橋有突破的進展 當時的特首董建華 第一次在施政報告裡 表示興建大橋的重要性 社會、國家對興建大橋大致 都已經有了共識 以為興建大橋明朗化 它也很樂觀 認為回歸十周年 還可以落城通車 以現在國內辦事效率這麼高 我相信這條橋 2007年造成不是一件大問題 為什麼我這麼有信心呢 因為這條橋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那條海底隧道 香港在這方面 已經造成六條海底隧道 明年7月1日開工 大有可能 2007年 慶祝十年回歸 那時 就可以剪載 但興建大橋要諮詢公眾 又要不斷修改方案 以及協調三地政府 所以發展進度一直未如理想 而面對傳媒追問工程預計 何時完成 它唯有一再改口風 大家要努力做一做 希望在十年回歸 2007年 十周年紀念 通車等總理 下來剪載 這個時間表 我希望的時間表 對香港也重要 我想難些了 因為香港回歸是2007年 現在年多時間很難 兩年度時間很難 而為了籌集資金 為興建大橋做準備 永商也將旗下的公路資產 在2003年分拆上市 大橋能夠打通港珠澳的陸路運輸 經營貨櫃碼頭運輸的行業 難免受影響 因此也曾經引起商界馬戰 我們只是說 如果起橋 你們要犧牲了 我們這個 貨櫃碼頭的利益 我說對於香港的衝擊就會好 但如果起橋 又對於碼頭 我們不會免費地價 出碼頭 又補貼 大家去投 我們沒有問題 國王董事總經理霍建玲說 自己做世界不要緊 不要做我世界 這句曾經皆知學問 我記得以前人說過 你不要做我世界 現在 似乎有人說 你不要做我世界 我可以做你世界 有些人 我有一些平常心 我絕對平常心 資金方面 以前有人說過 如果我籌到錢 就說恭喜我 但我今早還未收到電話 增壓過後 胡應商繼續爭取輕艷大橋 亦有信心投得工程 我相信我比任何人 都可能熟悉得多 我亦都是全世界這類的橋 走過 看過 我正正式式 和父子出生 我是工程師 很多人忘記了我是工程師 只是以為我做生意 2009年 政府公佈由內地和外資公司中標 雖然未能參與輕艷大橋 但胡應商其實很早已經表明 哪一間公司輕艷並不重要 我宣布 港豬大橋 工程開國 我覺得最重要是 誰做另外一件事 最重要是 為香港的前途來想 我們要看到 香港真真正正 是要和珠江三角洲密切聯繫 除了熱愛為社會鋪橋收路 身兼港區政協委員的胡應商 亦都很關注香港事務 2002年 23條立法問題 引起社會廣泛討論 他認為要維持香港言論自由 23條我就這樣看 我們一定要堅決擁護《基本法》 《基本法》 《基本法》就說要立法 我們應該立法 因為全世界的國家 沒有說 你逢止可以推翻政府 所以這個就不用考慮 不用說有什麼顧慮 但在立法中間 我們就想堅持維持到言論自由 共選政府 其後香港政局不穩 加上經濟畢竟導致民怨沸騰 矛頭直指當時特首 但他有自己見解 一定不需要支援 因為董先生和香港做很多功夫 例如這個 最緊密合作夥伴那裡 那些遊客 爭取到來香港 那些都是董先生的功勞 你不要只是彈人 你都要想想他做過多少 第一很勤力做事 中央的信任 即1997年的國際大岸 來煲香港的決定 做得好 最近的緊密經濟合作 遊客的爭取 這些是對的 香港回歸以來 政制發展一直停滯不前 但港人都有一個普選夢 永相亦都不例外 我個人支持是補選 但什麼時候補選和程序怎樣 我認為逐步逐步去 我們就不會亂了 我說過 如果你立即補選 香港需要十年 去年政改議題 在香港鬧得熱洶洶 但民主派議員更加發起誤區請辭 揚言要起義 他就認為太極盡 起義這個字很刺激 起義是哪裏呢 由辛亥革命的起義 南昌的起義 究竟起義做什麽呢 是否為香港的好呢 為個人達到某個目的 那裏呢 大家要研究 希望 香港市民眼睛雪亮 大家心知肚明 雖然政見不同 但無論為香港鋪橋修路 還是為社會事情發聲 永商都是希望香港未來 有更好的明天 港人不夠和睦共處 我自己個人對香港 就是很忠心的 我第三代 我希望見到 這個政制改革 大家不要那麼多爭吵 人稱大sir的鍾士園 回歸前是行政立法兩局首席非官首議員 回歸之後也被委任為首屆行政會議召集人 曾經為香港前途問題 穿梭倫敦和北京 幫香港人爭取最有利的條件 促使香港順利過渡九七 下一集的香港八人 會和大家回顧中事園 過去為香港付出的努力